好的 今天高雄市的颱風假 只放半天 上半天很多的民眾要上班 但小朋友也必須要到學校來上課 因此市長陳菊 簡直被民眾給罵翻了 一早臉書上有一萬多個留言 都說市長不懂得替老百姓著想 萬一中午風雨變大了 這可怎麼辦 小孩難道不用回家了嗎 但市長陳菊上午行程造走 出席市府裡頭的一個頒獎活動 表情輕鬆 他說完全沒有達到 停班停課的標準 雖然很想當聖誕老人 但真的沒辦法 來聽一看陳菊的說法 我們也能夠了解說 對家長確實有一些不方便 不過今天我想市長在考慮 整個可不可以放下 一定要有一定的法律的依據跟原則 要不然我也很喜歡 就好像當聖誕老人 是 陳菊很為難的說 沒有達到停班停課的標準 實在沒有辦法下這個整天 停班停課的這個決議 但這個臉書上很多的民眾抱怨 說他路途遙遠 上班的話沒問題 但下班的話風雨變大 難道要露宿街頭嗎 那很多的小朋友呢 家長必須要中午過後下班 來學校接的話 恐怕就已經來不及了 難道市長要幫忙照顧小孩嗎 雖然上面貼高雄呢 看起來風雨不是很大 但就怕中午過後風雨變強 以安全考量的市民呢 難怪會抱怨連連 以上是高雄的情況 將鏡頭交給棚內 旁定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